马上我们现场连线带你来看呢 因为这个冷气团发威 低温加上水气充足 现在河欢山下起了雪 目前积水有超过15公分 这么深咯 我们马上连线给记者方品文 带大家来看看现场状况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河欢山上一早是下起了大雪 通话您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路面上的积雪 至少15公分高左右 很多民众到了五里面的山头的地方 真的非常的兴奋 您可以看到脚踩下去 就深深陷在这个白雪里面 有人甚至直接躺在白雪上面 来拍照留念 因为从昨天等到今天 终于在早上下起了大雪 你可以看到这个大雪 因为雪量其实还蛮大的 所以其实有把这个阶梯 都给覆盖住了 有民众甚至把他当起的雪地 刘华来带你来看现场情况 好那么河欢山 从凌晨3点左右开始下起 冰雹今天早上清晨的时候 就开始下起了大雪 因为今天其实是礼拜一的上班日 但是不过呢 很多民众听到河欢山上下大雪 大家都陆陆续续赶上山 可以看到在通往河欢山的道路上 其实已经涌现了很多的车潮 因为这个上山 这个路面上有结冰 所以必须要挂雪链 有些民众直接在路边挂起了雪链 造成了这个路上是大灾车 毁堵了这个好几公里远 所以提醒各位民众 如果要上山赏雪的话 记得要先把车子挂上雪链 以色安全 以上是两斤情况把险境淘交还给台北团内